大家好,我是老孙 关注我了解更多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今天是微型鱼场建成季的第五集 第五天 哎呀,在忙忙活活热火朝天十万火急当中 把鱼场总算是赶工啊,刚刚好 那今天呢,要着急去鱼场进鱼了 为什么这么烧急啊 之前的视频当中也和大家说过啊 一会儿呢,这个视频里面再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 已经到地方了 这边的这几个大狮子里面的鱼全都清空了 一会儿呢,大概得有个几百斤的大台狮 咱们给它拉回家 看看大家的金鱼 今年繁殖的鱼卵 这是泰式的鱼卵 我真的睡着了 给大家拍个细节 这一颗一颗的小黄鱼卵 等再过几个月 全都是漂亮亮亮的大台狮 这是其中的一个繁殖池 这里面的种鱼好像不是很多 这边也有 这边还有那边 这个往向隔离出来的全都是繁殖池 等公鱼母鱼种鱼进去之后 撒了纸 然后呢把这个竹竿拿起来 然后放到孵化池里面 等着小鱼出来就行了 看这是第一网 看这大台狮 真俊 真漂亮 看这个头 现在这批可爱的金鱼们 都已经到家了 正在泡袋 这个池子里泡的五代 和这个池子里的四代 全都是大台狮 一会捞起来 放在手里 你就能感觉出来 它的个头 它们的品项 都非常的漂亮 现在金鱼们 都已经搬进了新家 这一批弄的金鱼呢 主要是刘金和泰湿 带大家看一看 这一个池子 两个池子 三个池子 四个 五个 这五个池子 全是放的泰湿 这泰湿 个头大 而且呢 还挺漂亮 看 刚才 放鱼的时候啊 比较着急 因为 怕它们长时间 在袋子里面呢 缺氧 所以说就没拍视频 正好呢 我们 我们把那个流金 先放在了我们屋里的那个池子里面 然后呢 我挑了一些个头大的 然后准备把它放在这个池子里面 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 你看 这个头 看 这大流金 这体型 这个头 这花色 这品项 金鱼们都住进了新家 老孙就凑点时间和大家聊一聊别的 上个视频咱们提到了一个翻步池 有三处翻车 不光是一个翻步池的问题 这整个的六个翻步池啊 还有一个正在支七个翻步池 应该是全部都渗水 最起码 现在支起来已经放水的这六个翻步池 四脚全部都渗水 找卖家了 卖家给的说法呢 应该就是他这个在做这个翻步池压河的时候 他机器的温度调的有问题 导致那个接缝处往外渗水 这个怎么办呢 反正他说用胶带 就是有专门补这种翻步池的那种胶带 我让他发顺风发过来了 还是那个想法吧 第一个就是这个时间太着急了 第二个就是反正他干电商也不容易 对吧 咱得饶人数且饶人 那既然这几个池子全都是渗水的 为什么还把它支起来放鱼了呢 是因为实在是时间紧迫 事情都赶到一块了 很多朋友可能就说了 说你和大白你俩不会提前做准备吗 对吧 你早早的就开始行动 把这个架子什么都弄好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非要赶这么着急 这个也不能怪我们吧 咋说呢 反正就是 三月份的时候 我给鱼厂的老板打电话 老板说 得四月中旬开始繁殖 你说该巧不巧 头几天的时间呢 我们去了一趟 那天正好路过 去看了一眼 得知了一个消息 说最近就要开始繁殖 然后就开始出鱼 当然了这批鱼衣全都是它的那个种鱼 那好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马上就开始定材料 定番不吃 然后就开始搭架子 那几天忙的 简直就是不可开交 在群里的朋友也知道 你找我 基本上几个小时之后 能给你回一句就不错了 非常非常的忙 就是在忙活迎接这些小家伙 而且之前视频当中也提到过了 这个鱼厂的老板呢 那个大爷他卖鱼非常有意思啊 他不缺客户 而且他都是大客户 就打个电话 人家就开始 这个几千斤一食堂全拉走了啊 所以说呢 他卖鱼是这样的啊 我给你通知 我说你明天来啊 这里有多少鱼你拉走 那行 就这么完事了啊 那谁来得早 谁先把他拉走就卖一天 那 本来是打算啊 本来是原计划 按照他的之前的说法 应该还得有两天的时间 他才开始卖鱼啊 但是昨天晚上啊 他突然八点多打电话 说明天过来拉鱼啊 也就今天 那怎么办啊 本来是打算 呃 我和大白我们就连夜啊 干了一个通宵 呃 把这个架子弄好 然后池子呃挂上 然后装上水 呃 因为时间特别的紧啊 你像 你像这个这个池子里的水 这个池子里的水是 放鱼之前三个小时才放进来的 啊 呃 这次也是破例了 之前我也是基本上没有用过这种产品啊 就是放了 往水里直接放了那个免晒水的除滤剂啊 那你没有办法对吧 你你你这个事情赶着了 你必须把鱼放进来 所以说呢 只能只能用那个除滤剂了啊 那个除滤剂啊 呃 质量没问题啊 效果肯定也没问题 只不过我之前都习惯于困水啊 而不是用这种化学药剂 呃 所以说就忙活到了现在了啊 呃 那很多朋友又问这个鱼怎么卖了 这些问题了 这个你们私信我或者呃 后后续再和大家汇报吧 啊 对了 还有就是这样 这个地方 架子稍稍又加固了一下啊 每个架子的这个地方又加了一个鞋了啊 让力量更分散一些啊 这样强度更大 呃 你比如现在这个池子是80多厘米深的水 带大家看一下啊 80多厘米 现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这个脚缸稍稍有一点点变形 这个是完全正常的 因为呃 这个水位得三吨多水了 呃 行啊 这个昨天干了一个通宵 今天也挺累的啊 现在还没忙活完 那咱们就先不聊了吧 呃 更多的一些 呃 关于这个温行鱼场的事情啊 咱们在后续的视频当中啊 还会继续更新再和大家聊的 呃 行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吧 我是老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咱们下期 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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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